说起徐璐,大众对他一般只有三种印象 一不认识,二徐璐和乔任良 三徐璐和张明恩 徐璐虽是演员,但代表作确实少之又少 影视首秀《红楼梦》,他在剧中饰演薛宝琴 但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婢角 2012年出演大热宫斗戏《甄嬛传》 徐璐饰演的甄玉瑶引起了大众关注 然而,甄玉瑶在后宫三千加历中可排不上名 风头早已被其他人物抢去了 起点较高 徐璐后继的发展就有点差强人意了 徐璐领衔主演的大冰小将金牌红娘 莫特行等多部电视剧扑了一部又一部 无人知无人小 不过没关系 每一部戏都是在积累经验磨练演技 直至2015年徐璐与乔任良组成《甲想情侣》 一同参加了明星恋爱真人秀节目 《我们相爱吧》第一集才小小的有了名气 恋爱真人秀的本质是什么呢 那就是明星在镜头前演的四真四假 观众在镜头外看得津津有味 节目结束了 两人获得红蜜之后飞速闪离 而观众仍然依依不舍的怀念回味 甚至幻想两人假些真做 而徐璐和乔任良这对假CP则完全打破了大家的幻想 两人好色在节目中无比甜蜜 甚至还真上演了西装与婚纱的爱情 但私下里两方团队早已开思 徐璐和乔任良两人的关系也是甜蜜中藏有着危机 造谣抹黑 捆绑上位 已有女友等各种绯闻 如今我们已无法得知真假 也没人在追究事情真相 可知的是两个人关系真的一般 因为徐璐没有参加乔任良的追悼会这件事情始终被人议论纷纷 很久之后 当徐璐和乔任良再一次被提起时 是徐璐和张明恩一起参加了女儿们的恋爱第二集 这么多年过去 徐璐依然是小鸟一人的小女生恋爱模式 清纯可爱 无公爱 招人爱 但若你看了徐璐和张明恩参加的这档节目 就会发现历史是惊人的相似 徐璐和张明恩这对真情侣 在节目中甜蜜浪漫无比相爱 一度吸引了不少粉丝 但若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张明恩对这段感情的敷衍随意 玩一玩 装一装 甚至装也不装 我就是不心动 对方做了什么事件开始心动 我没有 我没有 你没有对我心动 我不知道 就是这个事情 但你又觉得我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你心动 没有 没有心动 你看你看 小伙子 还没有心动 节目结束没多久 徐璐和张明恩的关系也降至冰点 惨遭破裂 张明恩被曝出和胡冰星举止亲密 疑似出轨 随后张明恩成亲早已单身在前 护叫胡冰星直接爆料张明恩品行不端 原来张明恩声称自己单身 并教导胡冰星如何对付前女友徐璐 聊亲记录中赫然写着 徐璐网报过别人 你就说他网报你 针对网络报里这件事情 你就说他找了好回你 因为他之前有过这些事情 对吧 他有过这些事情 那很容易就把他带入了这个 就是这个事情又是他做的 聊天记录曝光 张明恩形象一夜崩塌 成为众矢之地 徐璐这件事情最大的受害者 默默取冠 默默承受 默默消化这件事 不见人 不见言 总之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 张明恩成为国家老鼠可能永无翻身之日 而徐璐惨遭渣男的经历 让众人知乎心疼 怜爱之心笼罩于他 说来也巧 徐璐最近开播的新剧 梁晨没景好时光 剧情和他被张明恩扎的经历 莫名相似 徐璐在剧中饰演的梁晨是个歌手 其男友劈腿了另一位女艺人 此后的剧情由此展开 不好意思哦 人和奖 我都要了 网友看到这段后纷纷评论 徐璐也没想到小说会照进现实吧 更有人直言 不会是张明恩偷看了徐璐的剧本吧 不过对徐璐来说 这场不得善终的感情终算是 情长之意 戏场得意 可以看出徐璐已从失恋的阴霾中走出 现在是专心搞事业的女演员 作为演员 有几部众人皆知的代表作是最基本的 真心希望徐璐这次抓住机会 好好搞出一番事业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